先紅牛肉布滿油花放上烤盤 字字作響 干貝連鎖烧肉居酒屋全台插旗 但位在台中的街邊店卻突然關門了 这间2008年开的干貝烧肉居酒屋 当时打电话一味难求 没想到十多年过去了 2019年1月悄悄挂上了 招足不挑 这边是有比较不好一点 这边因为都是精品区比较多 吃的比较少 防租账然后就会有一些关门 黄色布条高挂附近邻居说 其实去年12月就没有营业了 又有人说这条台中金城路商圈没落 但租金却不便宜 像干貝这栋两层建物84坪屋林 47年想要租一个月25万元 那个店面已经快要全约了 干貝旗下46间店 7间是街边店 其他都开在百货商场 未来也会以百货商场为展店据点 在百货开烧烤店出的人潮聚集 比较容易能够带动业绩 就连顾客停车问题也能轻松解决 像是牛角烧肉或是两搬家 也都在百货里很常见 只是在台中烧肉店面凌厉 干杯烧肉却突然撤出台中街边店 未来想吃可能只能到百货公司 三顺商场说定捷台出报道